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電視上看到 有一個人在那邊下跪 一直在不知道拜什麼東西 我就問旁邊的人 我說他在幹什麼他是誰 旁邊的人就跟我講 那個是什麼牆灌公司的董事長 拜什麼 跪什麼 現在是什麼時代 犯了這種滔天大罪就抓去官 沒有人需要你拜 也沒有人需要你跪 你拜你跪 那些人的健康可以回來嗎 如果可以的話 你就多拜幾下 多跪幾下 所以我說現在是一個明治已開的社會 犯了滔天大罪 你就接受怎麼樣 法律的制裁 很多的人都應該怎麼樣 引以為戒 當然包括頭顧老師 你不知啊 對不對 若要人不知 他除非己莫為啊 這我們國小就會念的嘛 怎麼到了大了 對不對 大學也畢業了 也考上分析師了 坐在電視機裡面 怎麼樣 一天到晚騙人 抱著怎麼樣 僥倖的心態 強貫公司的董事長難道不是這種心態嗎 那些賣地溝油的 收水油 黑心油的 不都是這種心態嗎 抓到再說啊 反正怎麼樣 也不會判死刑啊 最近啊 我不知道各位喔 有沒有聽說啊 這個黃貼紙喔 各位啊 黃貼紙 你不要小看這個小小的黃貼紙 各位現在可能已經沒有在用了 可是聽說最近銷量很好啊 怎麼說 欸 很多人喔 把它買來喔 用在怎麼樣 節目裡面啊 貼得怎麼樣 摸摸洗啊 到處都貼黃貼紙啊 所以銷量怎麼樣 突然暴增啊 黃貼紙有什麼用處 很簡單啊 假如你今天要這個出門喔 你有事情要跟你的另外一半講 對不對 他還在睡覺喔 你就怎麼樣 寫在黃貼紙上面 然後貼在那個板子上面 電冰箱 門上隨便 可是那個是你我的時代啊 現在的年輕人 怎麼可能用黃貼紙 都是怎麼樣 傳LINE啊 APP啊 手機啊 連簡訊都不傳了 沒有人要買黃貼紙啊 但是呢 因為喔 聽說節目上的需要喔 哇 有了一堆人喔 買了一堆的黃貼紙 也許讓黃貼紙的生意喔 起死回生啊 可以說對經濟喔 小有貢獻喔 小有貢獻 那我剛剛講到啦 有事情啊 要跟對方講就寫在黃貼紙上面嘛 對不對 但是喔 各位不知道黃貼紙還有另外一個很大的功用 就是怎麼樣 我啊 把它喔 貼在這邊 這黃貼紙沒有掀開來啊 後面是什麼 欸 你不知道 對不對 也許是怎麼樣 Nothing 什麼都沒有 但是我可以跟你講 喔 有喔 後面有寫什麼 有秘密喔 怎麼樣 小小一張黃貼紙喔 就可以怎麼樣 裝神弄鬼啊 各位觀眾 你們覺得厲不厲害 猴塞個雷啊 對不對 怎麼會不厲害呢 那如果可以用這個來怎麼樣 來賺到錢 欸 你也想不想來一下 想啊 老船長 我們在外面打工一小時一百多塊 累得要死 人家在電視機裡面 黃貼紙貼一貼就搞定收工了 那麼簡單 那麼容易啊 沒有錯 這個就是現在的社會 在台灣這個社會 我常講 他是不公不義的 甚至怎麼樣 是沒有羞恥心的 只要能夠賺錢 哈 你管我怎麼賺啊 那是我的本事啊 我常常聽到人家這樣子講 我就看他 然後我就問他 欸 你知不知道 義這個字怎麼寫 以前的黑社會講義氣嘛 義 義字怎麼寫 他簡單啊 義字就是我王八 各位觀眾 您把這個義氣的義啊 倒過來 欸 對你現在拿一張紙寫 寫個義氣的義對不對 然後把它倒過來 然後念念看 是不是叫做我王八 現在很多的人認為義就是我王八 就對了嘛 所以做這些事情 是剛好而已啊 我們小時候讀書 義就是正正當當的行為啊 老船長你怎麼書都背得這麼熟啊 那當然啊 所以從這個地溝油事件喔 我希望各位觀眾 你們去觀察台灣這個社會 在各行各業各個角落 其實都有怎麼樣 這樣的很劣質的人 沒有羞恥心 每天在做同樣的事 各位聽得懂嗎 我常覺得啊 我今天來做分析師 我帶會員買股票 准賺錢 不准賠錢 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騙會員 騙觀眾 就是不可以 我分得很清楚吧 各位觀眾 你們也希望這樣子對不對 但是 but 所有的人都是這樣嗎 你們心裡面一定有答案嘛 他們不知道什麼事情可以做 什麼事情不可以做嗎 他們都知道 就像這些賣地溝油的 他們知道嗎 他們當然知道 他知道這是不能做的 但為什麼要做 為了這個 各位觀眾 為了這個 一樣的道理 很多人知道 當投顧分析師 是不可以騙人的 但是為什麼要騙 為了這個 我最近還聽到很多廠商啊 跳出啊 冤枉啊 大人啊 我們也是受害者 對 我不知道各位懂不懂刑法 假設 假設 我旁邊這個很胖的 他叫阿鼻 攝影師 他去買了一台二手車 這個二手車 我講摩托車好 因為他的勘展 應該是買摩托車了 這個摩托車 二手車 在市場上的行情 譬如說 應該是兩萬八千塊 結果這個阿鼻呢 他到了一家摩托車行去 哇這個車子實在太喜歡了 有個什麼呢 一萬二就好 別家看了半天都要兩萬八 一樣差不多的東西喔 阿鼻他看到了只要一萬二 他該怎麼辦 趕快買啊 老船長 這個 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兩萬八只要一萬二 撞到了 趕快買 買起來 騎很爽 有一天啊 遇到領檢 被警察盤查 你這張車 那可 我是跟人家買的啊 靠起來 帶走 各位觀眾 他是不是跟二手車行的摩托車老闆買的 是 他買的時候知不知道是張車 應該不知道 但是他有沒有觸法 有 這樣各位懂不懂法律 那為什麼他會買貪小便宜 一個是囂張的 一個是買張物的 各位觀眾 你們懂我的意思嗎 有些店家 他明明就知道是地溝油 他也買 我不要點名啦 你們也不要對號入座 他知道人家賣地溝油比較便宜嘛 他就跟他買 然後抓到了對不對 他說他不知道 各位觀眾 你不相信你去問衛權嘛 那股票上市公司夠大了吧 你問他知不知情 他可能說我不知情 那你死給他看嘛 那這樣大家以後都來買張物嘛對不對 我都去買張貨啊 反正我都說我不知道啊 所以喔 我常講啊 派路不通行啊 我做分析師做這麼多年了 我可以收不到會員沒有關係 但是你要叫我坐在這邊騙人 我告訴你辦不到 導播進廣告 海灣城市難得一見的新疆南園嶺大園 湯泉國際 臺灣造正 江南圓林 山海豪景 台北灣No.6 江南大宅 2805-9898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鴨子不呱呱 沒有錯就是這道光 讓老船長帶你乘風破浪 一路過五關斬六將 打遍天下無敵手 你還在等什麼 022389-8689 022389-8689 古海茫茫千變萬化 多空趨勢如何掌握 其實您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啟發頭部卓越理財團隊 整合優勢資源 以領先實力和一流績效 成就您的財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選擇 永遠只有一個 啟發頭部 022389-8689 022389-8689 有了鵨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最佳人性能 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鵨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回到台北股市 也是一樣的道理 各位你們要超短捷徑 還是要怎麼樣 一步一腳印 講大家都會講得很好聽 哎呀做股票當然要一步一腳印啊 當然要投資啊 但是每天怎麼樣 極極營營啊 我今天測標寫得很清楚啊 感恩啊 感恩啊 為了鵨排米 為什麼 股票說穿的就是這樣 會大漲的股票 為了鵨排米 散戶賺不到 踹光光啊 你好比說 各位在看我的節目嘛 最近 都知道我漲跌都分析的一檔股票 叫做旭品 很好記啊 旭日東升 品貫天下 這是一檔大轉機的股票 過去公司虧損虧錢 我有沒有亂講話 沒有 現在公司已經喔 已經喔 由虧轉盈 我有沒有亂講話 沒有 講真話 我還跟各位觀眾報告 我說由虧轉盈 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對於上市貴公司來講 因為他們規模都很大 對吧 你看中環來得有沒有油虧轉盈啊 這麼多年了幾十年了幾十年有沒有 沒有 不相信了 中環 來 上半年虧多少 0.36 0.36 幾十年來這家公司喔 我好像沒有看過他賺過錢 所以股價多少 4塊多 合不合理 合理 你公司今年累月虧損就是10塊錢以下 對不對 那 重點來了 游虧轉盈很不容易啊 從中環來得幾十年都沒有辦法游虧轉盈來看 各位觀眾你們覺得容不容易 不容易啊 那麼 一旦游虧轉盈之後 是贏到哪裡啊 老船長這句話怎麼說 就是說 你公司本來虧錢啊 你現在賺錢啊 我就要問 你到底可以賺多少 如果只能賺一咪咪 那你的股價也不會好到哪裡去 頂多十幾塊了不起 到頂了 對吧 但是如果你的公司 游虧轉盈可以贏很多 而且越來越多 各位觀眾你們覺得股價應該多少 這個嘛 老船長是 你不用講了 你是用感覺用猜的 那就不必了 應該怎麼辦 應該去怎麼樣 觀察他的毛利率 他的營業利益率 你本來虧啊 你現在在賺啊 你現在一開始先賺幾毛啊 如果你後面有賺兩塊三塊錢的實力 我是舉例啦 那各位觀眾 你們覺得股價只能夠十塊 十一塊 十二塊嗎 哦 當然不只 那老船長那可能是幾十塊哦 所以嘛 我一直要各位觀眾 跟我一起來 來盯著來研究分析 這家公司啊 躯平 絡品 到底油虧轉盈之後 未來 能夠賺多少錢 還有 它猜這什麼謎 可以油虧轉盈 這是重點 你本來虧錢你突然變賺錢了 你公司是不是中樂透 當然不是,公司過去做電腦周邊的這些機殼,那個毛利率5%很爛,現在誰做?那公司想這不是辦法,開始轉型,結果怎麼樣?做凈水器相關的產品,這個毛利率高,各位觀眾,這個有沒有市場? 你們家沒有裝凈水器,那是你們家,好不好?有錢人家都會裝,為什麼?怕死了,喝水要喝乾淨一點,我相信高雄有很多朋友家裡面都有裝凈水器,你不相信你去高雄看一看,因為高雄的自來水水質沒有台北那麼好,那水這個東西是怎麼樣?人人都要喝的,明白意思吧? 你到非洲去裝凈水器,他們很需要,但是沒人裝,因為大家裝不起,但中國大陸現在崛起了,中國大陸有沒有市場?有,美國有沒有市場?有,都是非常大的,所以看到這個商機,然後怎麼樣?來做這一塊,它就跟那些一般的電子股,你們每天在iPhone 6概念股對不對? 對不對?我有沒有叫你們不要買?有嘛,老船長,你叫我們不要碰啊,全市場分析師只有你一個神經病耶,對,我講的。現在知道我準不準? 這個是啊,加聯繹啊,我有沒有叫你們不要碰?有啊,M頭做出來啦。很多人對iPhone 6發表會發表完之後覺得很失望啊,我也是啊,我就不會買。我不會用蘋果iPhone 6的手機啊。 他那螢幕做再大我都不要,因為我覺得沒有良心啊。照相機的畫素那麼爛,這是一家沒有良心的公司啊?人家在那邊引領期盼你的產品出來,又要賣那麼貴,人家花那麼多錢,還要排隊排個半死,結果你給人家800萬畫素,你在幹什麼啊? 中國大陸山寨版的山寨爛機啊,話數都1000多萬啊。我不知道庫克腦筋裡面裝什麼,我不曉得。我早就看出來啊,不會好到哪裡去啊。所以手上有iPhone 6概念股的,你要小心啊。那台灣有很多的公司跟iPhone 6概念股都有關係啊,你要懂得避開啊。人多的地方不要去,不是你的老師也告訴你嗎?他專門帶你往你那邊去啊。 我們遠離是非之地啊,我們找到一家公司啊,轉型。從股價的脈絡可以給你看。我說過漲跌我都分析啊,欸,有別台聽說也有人在講序品啊。但是這兩天沒有漲他就不講了。這就是一般的投顧分析師,我跟他們不一樣。那他講什麼呢?他講別支,反正他節目上一堆股票就對了。漲的他才拿出來講,我不一樣。 所以你要做序品的,你要看我的節目,跟著我做。看到沒有?幾根黑棒?一、二、三、四根,我都每天分析給你看。我說過這個圖形絕對不是怎麼樣,自然的。這人工的,看到沒有?拉上去壓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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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上去壓回。 給你看周線。這個是周線,注意看哦。看周線你就看懂了。開始發動兩根紅,一根黑。開始發動兩根紅,一根黑。下個禮拜,你等著看序品。下個禮拜哦。很快哦。今天禮拜四哦。 所以禮拜五是關鍵哦。現在主力做手的手法,他做線給你看,你要看得懂哦。兩根紅,一根黑。兩根紅,一根黑。 接下來如果兩根紅,你就會吐血。為什麼?會再創新高啊。而且漲幅會很大。 那這一根黑呢?那這一根黑呢?就包括明天禮拜五。所以明天禮拜五啊。你一定要趕快上車。為了怕你們不知道怎麼操作。我今天離開公司的時候,我特別交代朱曉明那隻豬啦。 我不是人身攻擊哦。他真的姓朱。哈哈,沒有啦。姓朱的很好啊。對不對?朱元璋,這個開國,明朝的開國這個君主。很棒哦。 我是要加深觀眾對他的印象。因為最近大家已經忘記朱曉明了。哈哈,他很可愛的。只是在公司都吃便當喝茶。 所以我說他是朱。朱曉明,聽好。明天是禮拜五。旭品的周K主力作手做給你看。兩紅一黑,兩紅一黑。接下來下個禮拜開始,要連長兩周的話。 那明天禮拜五,你一定要怎麼樣?把握最後的買點。我在節目上我從來沒有這樣講。 你聽清楚哦。那空單我已經不想管他了。神經病。不用理那些空單啦。那賞戶就是這樣。看人家漲就不順眼。也不去研究人家公司已經大轉變了。 不管。你漲。我就是空你。你現在只有賺幾毛錢而已。都不去研究人家毛利率。下半年拉高。然後未來可以有多少錢的實力。不管。就直接空。 直接看本益比。我跟你講。有這樣的分析。這個投資人員那活該。等一下節目結束的時候,請你打電話進來。留下你的大名跟電話。 為了什麼呢?我們要怎麼樣?會員不要打號。不要三八。你非會員哦。因為明天是最後進場的機會。接下來周縣。 周縣如果再做兩根紅K。你會後悔到怎麼樣?不能原諒自己。對不對?但是明天要怎麼買?要掛什麼價位?你注意聽哦。 我不收你費用哦。你打電話進來。我們的助理一定會告訴你。你只要照那樣子操作就可以了。聽得懂嗎?等一下電話會報現。因為大家可能都看出來了。 沒有錯。沒有錯。即將發動。哪一個點明天開盤前。我注意哦。 朱小明。開盤前掛那個價位哦。打電話進來。問完之後。明天照著做。就對了。五。四。三。耐心撥打。關鍵在下個禮拜。再下個禮拜。你可以不會賺到錢。開始撥打。 謝謝大家。 给孩子健康自然的环境 让他生活无忧无虑 老实说 大家都简单简单爱地球 所以家里装修 我都选择绿建材 在家就好像在大自然里 耶 我家都绿建材 选择绿建材 乐活好住宅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鸭子不呱呱 没有错 就是这道光 让老船长带你乘风破浪 一路过五关斩六将 打遍天下无敌手 你还在等什么 02-2389-8689 02-2389-8689 你是要消极地等待机会 还是要积极地创造获利 使他贴富当年启动至胜的关键 发现财富的钥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 咨询推线02-2389-8689 02-2389-8689 古海茫茫千变万化 多空趋势如何掌握 其实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启发头顾 卓越理财团队 整合优势资源 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 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 启发头顾 02-2389-8689 02-2389-8689 头痛请用午饭煮 启起听 启起听没分之 没分之 早就好 爸爸 鹅牌气密窗 专利负文师倒快 虚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鹅牌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也是 來用 森田藥妝高純度玻尿酸面膜